Hole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順應用的燈棒 那燈棒其實我已經用了很多很多品牌 像是有Astera 然後有Quasar Science 然後有SGC Aputure的SGC 那南光啊 Sunpower 還有Westcott 反正大部分的燈光我都用過了 那我們今天終於買了我人生第一支的燈棒 那就是我們南光 PevelTube 30C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快速的開箱跟分享一下 這支南光的PevelTube 30C 那為什麼我不是買其他品牌的燈棒呢 因為我覺得用過這麼多燈棒 我覺得南光PevelTube是CP值最高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支 OK 兩根燈棒都到手啦 那這個南光PevelTube 30C 它是RGBWW燈 所以兩個W就是白光跟黃光 所以你就可以調整不同的色溫 那燈管上面寫LED總功率 WW是32W乘2 所以應該是分別32W 那加起來64W 我猜是這樣啦 我也不知道 那RGB的功率就是80W乘3 所以是80W乘3 那它的額電功率只有60W 那我也不知道這些到底代表什麼 但是我能告訴你 就是這一根燈棒超級無敵量 這張一根燈棒的電池容量是32.5Wh乘2 因為它裡面有兩顆電池同時使用 所以總共是65Wh 那你就可以用剛剛的LED總功率來算一下 一根燈棒可以持續多久的時間 那我們就走過所有燈棒的功能 看看它到底可以辦到哪些事情 那我們先從CCT模式 色溫模式開始 那它的CCT模式我們的色溫可以從6500 一直降到2700 算是中規中矩 那我們的HSI模式 我們有360度的色相可以調整 那我們的飽和度可以從100%一直降到0% 那0%的時候這應該是5600K 那下一個模式就是RGB輪迴的模式 這就看起來像是很酷炫的模式 就是我後面這支燈棒在開心輪迴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RGB輪迴模式它有預設12秒一個輪迴 跟4秒一個輪迴 或者是第三種就是你可以自己自訂輪迴的時間 可以從2秒鐘一個輪迴 到16秒鐘一個輪迴 那下一個模式就是特效模式了 那我們第一個特效就是警車的特效 那它的警車特效也有很多東西可以選 像是現在是SINGLE 那我們看看 CYCLE 這個是QUAD 就是閃4下 這是QUINT 就是開心閃開心閃 這是QUINT ALL 那下一個模式就是燭光模式 那我們可以調整燭光的速度 我們來看看現在是100% 喔有有 稍微有一點變化 那我們的速度可以從100%一直降到0% 但是它的0%還是有慢慢的變化 它0%不是一個固定的顏色 那這個燭光的顏色我們可以來選擇一下 現在是比較黃的 那我們可以把它調到比較自然 這樣叫自然是吧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調到比較冷的 冷 這是比較冷嗎 這是看起來比較黃 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它就可以這樣調整 下一個特效呢 這就是我們的Flash Timer 那它的Flash Timer有兩個預設 一個是250毫秒 一個是1000毫秒 現在是1000毫秒 那下一個呢就是我們的自定 那我們可以從100毫秒這樣超快的 一直到6000毫秒 就是6秒鐘的概念 那我們下一個特效就是SOS模式 這叫SOS模式 這看起來是很High的夜電模式吧 那下一個模式就是閃電模式 那要讓它閃爍的話 我們就按上面的確定按鍵 它就會閃爍一下 那第二個種閃電模式 那它的選單其實還蠻無聊的 就是它把我剛剛講的所有功能 CCT HSI RGB輪迴跟特效 全部又在寫到我們的選單裡面 那它的選單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地址 那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 它的地址就是 你用它的Wi-Fi控制 就是無線控制盒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不同的地址來控制不同的燈 那我覺得它的設計非常的奇怪 因為它把電池的電量放到菜單裡面 所以你要看電池電量的時候 你要先點菜單 然後滑一下 然後按到電池你才知道 喔我們現在是59%跟57%的電量 真神奇的設計啊 這支燈棒的設計它還蠻好調整角度的 就是你現在是90度往上 往天空打 那我們現在可以往牆壁45度打 也可以往前方45度打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在地板上調整不同的角度 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如果放在地上的話 我無法控制它的設定 因為它的設定螢幕在它的下面 所以我要把它拿起來 我才看得到設定 我才能去調整一下 然後再返回原味 OK這就我們今天的南光PevelTube30C的 快速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大家可以喜歡這個影片按讚 對於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我來認識你 我們周邊看 這個情況是否在身形中 我來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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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來認識你